亚买加奥运选拔赛男子100米决赛 诞生了一个惊人的好成绩 吉孝恩汤普森跑出了9秒77的成绩获得冠军 这一成绩直接杀入历史前十 创造了个人PB和年度最佳 吉孝恩汤普森本次比赛状态神勇 三强军在9秒85内甚至不夸张地说 他有点一个人把男子百米拉回巅峰时刻的意味 要知道后博尔特时代 9秒80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现在成绩来到了9秒8以内 而且看上去他还有点减速的味道 巴黎奥运会要好看了 吉孝恩汤普森2001年7月17日出生 还不满23岁 去年他在中国厦门的钻石联赛跑到了9秒85 今年再次大幅度进步 新的博尔特要诞生了吗 当然还有待观察 塞维尔9秒82追凭个人最佳 获得亚军 阿吉姆布雷克9秒92获得继军